九三七天基金会十多年来不断推动玉山黄金种子计划 在专台各地关键豆书馆 这个家围也来到夫人买了的红安国舍 基金会带来好听的演唱 为豆书馆流行客用电类温暖开场 小朋友也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会开社会的爱心 在专安国舍建设的豆书馆是全台第99位 请起用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企业存在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社会可以更美好 我们要提供给小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 城乡之间的确有些距离 但是我们认为穷不能穷的教育 苦也不能苦了我们的小孩子 如果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 那么他就会在智慧里面擦上了翅膀 他可以悠悠在浩瀚的知识的领域里面 来面的设备非常安静 边面除了放一些豆卫 还有很多菜本 环境也非常安静 关乎到有处和厚安国舍的素心 也特别感谢企业对平衡的关爱 不但在整个捐赠的过程当中 大家出钱出力 从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兼照 这样整个整体完成 还包含到里面又捐赠了1000册的图书 真的是让我们尤其是偏乡的学校 我想我们学校应该感觉到最温暖 让这些小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能够把这个拉近城乡之间的差距 与书为友他受益永久 其实一本好书可以让孩子 他的生命能够获得一些 可能有机会获得转变 甚至能够帮助他们将来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间图书馆 对我们这边对我们这个偏乡来讲 真的意义非凡 赞佩我们玉山的黄总经理 他所带领的团队 在一个月的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造就这样的奇迹 这个美类的导师冠 提供给方安国小的素心 一个有这个外途环境 未来有机会 应该买准这个资源跟社区分享 提新典型的外途风气 期待公传品彩虹不得